奥斯卡金像獎揭曉 今年演員獎項得主 免意外 新科影帝艾迪瑞德曼 化身磷患剑洞症的物理学家霍金 相似度百分百 品后朱利安摩尔 在以阿兹海默症患者的角色 诠释和病魔搏斗的痛楚煎熬 两人扣人心血的演出 脱影同处获奖 最佳男配角得主JK西蒙斯 和最佳女配角得主 派翠西亚艾古特 和先前的金球奖得奖名单一致 再度证明演技实至名归 奥斯卡金像奖最大奖最佳影片 颁给电影《鸟人》 鸟人获得9项提名 最后拿下最佳导演 最佳摄影和最佳原著剧本 总共4座小惊人收获公布 同样入围9项的电影 欢迎来到不达佩斯的大饭店 气势也很旺 用多最佳艺术指导 原创配乐 服装设计和最佳装法奖 也有四座小惊人进账 电影晋级的鼓手 琴拿小惊人的报数率也很高 除了最佳男配角奖 还获得最佳剪辑和最佳音效三项奖的肯定 至于话题不断的电影美国剧集手 入围6项 最后只拿回最佳音效剪辑奖 英国电影模仿游戏入围8项 大部分时间都在推放 直到颁发最佳改编剧本奖 还总算扬眉吐气上台领奖 本届金像奖 IP缺乏种族多元的特色 唯一一部探讨种族议题的电影《竹梦大道》 交出最佳影片失利 只报回最佳原创歌曲奖 另外最佳动画片 颁给迪士尼出品的大英雄片团 最佳外影片则又波澜的作品 伊达的抉择出现获奖 享受小惊人的荣耀 张摄综合报道